在美国,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风貌 而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地标建筑和街道布局中 更深藏在那些各具特色的住房风格里 这些房屋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 了解他们的独特建筑风格和背后的故事 纽约,全球的金融中心,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闻名 但在繁忙的街道之间,低调而优雅的赫石建筑悄然矗立 赫石建筑主要分布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 这些建筑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以温暖的红棕色和实质材质为特点 带有经典的楼梯和铁栏杆 这些楼房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形式 更是纽约市区历史的见证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建筑被认为是富有与品位的象征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享受着安静的街区和便利的城市生活 接着,让我们飞跃到西海岸的旧金山 在这座充满创意与自由精神的城市 最具代表性的住宅风格非维多利亚式房屋莫属 这些房屋以色彩鲜艳,细节精致文明 尤其是在旧金山著名的彩绘女士 那一排排色彩缤纷的住宅前 几乎每一个游客都会停下来拍照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加州淘金热的兴起 许多富裕的陶金者将欧洲的设计风格带到了旧金山 而维多利亚式建筑,以其复杂的装饰 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外观 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繁荣与美好的追求 现在我们来到阳光明媚的洛杉矶 这里是电影明星和名人们的聚集地 也是现代建筑爱好者的天堂 洛杉矶的住宅设计风格 常常以现代、开放、时尚著称 无论是在比弗利山庄的豪宅 还是玛里布的海景别墅 宽掌的空间、大量的玻璃元素 与自然景观的无缝链接 都是这些现代住宅的共同特点 追求极建设计和自由生活方式的洛杉矶居民 在家中往往会用大片的落地窗和户外的无边泳池 模糊了室内外的界线 打造出一种舒适而奢华的生活体验 当然,美国不仅仅是这些城市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建筑美学 在华盛顿特区 你会看到色彩温和的连排别墅 这种设计在保持庄重的同时也注重功能性 是美国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 而在新奥尔良 那些克里奥尔式的房屋 带有宽敞的阳台和精美的铸铁栏杆 是让人联想到这座城市的法国和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浪漫气息 不论是古典的维多利亚式房屋还是现代的洛杉矶豪宅 这些建筑都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它们记录了时代的变迁 也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想象 每一栋房屋都述说着不同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也正是让美国各大城市充满魅力的原因 了解一个城市或许可以从它的建筑开始 因为建筑不仅是居住空间 又是文化与历史的传承 下一次当你漫步在这些街道上 不妨多留意身边的建筑 说不定你也会发现它们的独特之美 安西学堂YouTube频道开播了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和点击小铃铛 精彩的内容等你哟